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立委说有证人指控马前总统在办公室放影印机 涉嫌私印机密公文放纸箱带走 立委开记者会呼吁特征组赶快主动侦办 比照前总统陈水扁的规模 陈水扁的案件中我们知道说特征组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采取非常严厉而且非常有作为的侦办方式 就纵使你事后交还这些公文你仍然无法除罪 尽管还是主张废除特征组 但立委定出期限若半天内没有动作就要到北检告发 我们认为总统府应该采取行动来做调查 更重要的应该拒绝马英九申请出访香港的诉求 案情没有厘清之前马英九应该被限制出境 对于律委指控马办目前没有回应 但就在马前总统出访申请还没定案前 民进党这举动似乎是想透过法律行动 让马前总统有更多的理由被限制出境 记得住文正吴仪轩台北采访不到 来 洛远 先谈这个抗议性 就是我第一个先呼应刚才康姐讲 就是说目标才能不能达到目标才是最优先的 那什么叫外交官 我自己学外交 有很多那种名言告诉我们什么叫外交官 外交官是一个永远记得一个女孩子的生日 但是忘了她年纪的人 我记得你生日但是我又忘了你几岁 外交官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会讲各种语言 其中语言叫做谎话 什么叫外交官呢 他有办法说服一个人 把头伸出来让你把他砍掉 所以外交官对语言的掌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坦白讲如果各位还记得不久以前 王毅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在加拿大 开记者会的时候 臭骂那个提问的加拿大记者 这就不是外交官 他已经失去外交官的基本的疑态了 不会那么粗鲁 又不是北韩的外交官 所以外交官的用字 你要protest 一大堆这种非常比较严肃的字眼的时候 大概都已经差不多快打仗了 已经快打仗了 所以grab concern或是register concern 听起来是文言文 register注册我的concern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是外交的语言 但他目的是一样的 表达关切 甚至有点不满 所以够不够 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但如果在一个国际的外交场合里面 这样一个字眼某个角度是什么 就对你不满了 而且告诉你说你做这件事情 do not necessary have to do that 你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那句话在外交官里面是有点在insult 英文就是在羞辱你了 这也是你没有必要做 但我们不会讲说我要抗议你这么做 是可以这么做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外交官的语言或外交的语言 相对来讲是比较细腻的 但在这个外交界里面 看到这些语言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什么意思了 你看所谓的那个什么 联合国所有的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很少什么抗议啦 这个对抗啦等等 都是用非常文雅的字眼 2758号就是把你蒋介石给驱逐 Expel 对啊 那是中国要求出来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粗鲁的国家 但是回到我刚才讲 够不够我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讨论 但是不可否认 就是那个目标 我们在参加会当中全程参与了 而且没有影响到 未来可能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一些做法 因为大家知道下半年还有很多的国际活动 从ICAL Interpol 国际实际组织到APEG到联合国 九月份的大会我们动作的一系列 那这一次会议比较特殊是什么 我们还没上任邀请安就来了 然后一上任之后 当天晚上20号 零做人就出去了 虽然我们可以做很多演练 但情报的获得可能还是有限的 而且可能那个限就断掉了 跟对岸的限就断掉了 所以那第一次可能会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们就好好看明年怎么做了 另外一个提到这个所谓的 马英九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开了一个记者会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总统自己在营印 自己办公室放个影印机 在那边营印东西的 自己营印 自己营印 放在自己办公室 而且他还留一张照片出来 他自己很骄傲 他这边营印 蔣介石不会这么干 蔣经国不会这么做 李登辉不会自己走在影印机前面营东西 阿扁也没有这么做 那应该空前绝后 他是搞不好是全世界很少一个国家 有种自己放个影印机 在总统办公室里面 OK 这边营印 他认真不行 认真 但是叫别人营印就好 你干嘛营印 因为他没形成 他不晓得你知道他营印是什么 重点来 东河讲到重点 为什么做那么烂 什么东西 让马英九必须要自己营印 2758号决一文 营印这个东西 他到底有没有带走 我更是各位报告 就算不是公文 是营印的东西 也不准带离开总统府 因为是文件 这是密集的 那更不要讲我们接获一些线报 告诉我们 马英九在离任的时候 事实上的确用纸箱装的一些公文 带走 这个东西未来 如果特征组织要调查的话 我们不排除做一些更明确的指证 但不可否认 就是说 如果用当时他们对抗阿扁 现在就搜索嘛 阿扁的标准 马上搜索 赶快搜索 扁半 那个马半啊 还有家里面 不是你说的算啊 还有家里可以收啊 然后关在个小房间 言行拷打 直到招位置 先处于这一块 文宥 你刚刚的问题 是要问自己 你们现在民进党执政 为什么不叫出来再改动啊 有时候我们叫中风符怎么样 先去赶快清查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弄掉的 不会有漏掉的 影印啊 怎么会漏掉的 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怀疑影印机 要干嘛呢 因为阿扁是可能有 当时有些文件带走了嘛 他被检察官说 这有涉嫌违反 所谓清占机密公文嘛 可是他有影机 就可以带走了 因为他可以留原稿在那边 他带走了 他们有清占 这个当然已经构成 有直过的怀疑说 他有没有带走相关文件 不过我要讲一下 因为大概马英九敢 我如果是马英九的话 我一定敢影印啦 为什么 虽然我那时候对 虽然他那个时候 钢磁症的时候 对民进党 比如说阿扁也好 邱毅人也好 那时候很多人都起诉了嘛 其实都是影印公文的问题嘛 那因为后来法院判 比如像邱毅人来讲 无罪啦 就无罪啦 也就是说我今天 那个就告诉你说 我就算影印了 带回家了 法院都已经判邱毅人无罪了 我也一样比照办 那法院很多这个人无罪 那个人有罪啊 他如果影印了机密 然后带回家 然后他又要去香港 那问题就不一样了 你要证明我带去香港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说 先是他去香港 所以说不能让他去 我怕你带去香港 难道他要挪抵过关吗 因为他如果是自己影印的话 你还先确认 他到底影印了什么 所以动物理性假定 他影印一堆回家去了 对不对 你根本不知道 他影印了什么东西 人家他影印了一个MICKEY HOUSE 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在开玩笑 你演我语中间 我突然浮现了一种悲哀 就台湾对于自己 这个国家的机密保护 国家安全 竟然这么不设防 就当做没事 大家笑笑开心 就是这么消遣消遣 就就没事了 鸿皮没那么难查 就不会查 因为不是 不会查 因为总统府 任何据我所知 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家机关的影印机 都有浮水印 都有编号 对都有 那一台我们就不许了 而且有浮水印 因为那一台 除非是马英九自己花钱买 只要是总统府公款 去买的影印机 因为他的资安单位 一定会要求一定要浮水印 那浮水印目的是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哪一台银机印的 那个这很容易查 所以其实很简单 那你只有搜索才有办法 对 或是其实也不用到搜 也不一定要到搜索 这么激烈的手段 那就是北检或特征组就发个函 或是民进党立委直接去拒状告发 到北检或到特征组直接拒状告发 然后他们就有因为有案了 然后就可以发函 请马英九来说明 那如果你拒不说明 或检察官认为说 你说明的不清楚 有必要搜索 因为一旦立案告发之后 我相信包括王定宇 罗智政他们一定会提供 进一步的资料 因为他们今天也讲说 愿意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 告发不理 不会啦 我想 可是因为现在麻烦 就是说你到一般地检组告发的话 他没办法出 因为他只要到特征组 对 所以特征组不动 他就很麻烦 所以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就直接到特征组告发 那我们就真的眼睛睁大一点 看他看特征组到底要不要动 就直接签结 这不是第一次 我想现在的特征组 应该不至于胆子这么大 没有啊 那个说百分之八十的 但是我觉得程序还是要走完 因为你不走程序 你在那边讲到嘴巴破皮都没有用 因为我们都没有搜索权 我们都不能去搜马英九办公室 只有检察官可以做 程序做了 然后特征组不做 我们可以来谴责特征组 可是你如果连程序都不做 你就很难去骂特征组 测返周美金 也OK啦 马小九应该不在了 那我再讲一下这个林皱炎这个WHA抗议的事情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仍然觉得很失望跟很遗憾 就是林皱炎在那个演说里面 没有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抗议 或者说一些比较更进一步的说明 精准的传达台湾大多数人的心声 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很失望跟很遗憾 那至于外交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常常国防机密首密年限是三十年 可是他们有时候外交机密可以到七十年 这证明什么 有时候外交机密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可能比国防机密来得更大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三十年很精密 现在搞不然没什么了不起 武器已经过时了 对 那因为我昨天今天看到一件事 我就觉得很 有点讶异 就是冯世宽 他在立法院讲说要最近要运补四万枚弹 要到太平岛去 那当然冯世宽没有必要讲到这么细 因为这个的确 他多讲多话了 可是我最讶异的是 李大为竟然讲说他有去跟AIT说明这件事 照理说这是一个我们国军的例行的运补 我补充一下 他是在冯世宽说完之后 他有决别理清媒体已经做了报道 对对对对 所以照理说 大可不必说 对这是我们一个国军的例行的运补 照理说这是我反正我 因为我太平岛本来就有驻军 那我本来驻军本来就需要弹药 这个运补 而且还有东沙岛 这个是某种程度是内政 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美国人会去关切 而且 因为在南海 对我觉得最就是美国人 如果看起来 他虽然对蔡英文有相当程度的善意 目前我们看到的 可是对于南海这个议题 甚至我觉得包括两岸这一块 美国人的关心程度恐怕比以前 当然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李大为可以不必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不觉得 美国人是会问的 美国人双方的军事关系发展到现在 如果真的中间有那么多的 他他差别很大嘛 而且他有一些 因为这个国防部长公开说 他是不是有一些动态上的意念 他想要发动什么事情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搞不好他唱黑脸不一定 就对很多的情报 对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拼命唱黑脸 他们怎么解读 这个解读就是说 这个国防部长讲这个话 他背后是不是有解读的安排剧本 那甚至于他是要不要放话给日本 放话给中国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 他的过程的这个必要性的说明 这有点像我们两个朋友之间 有一些误会的情况之下 那必须必须好好的解释清楚 等一下 那这种事情他就不怕出入中国 WHA就夾了跟跟 我们不觉得不一致 让我讲一下 让给这个非常时期小姐 今天有非常 非常时间 我当然也觉得在WHA的那个态度 实在是太软了 但是我提供一个逻辑的思考 也就是说 我认为新政府在处理两岸和处理外交是两码子式 也就是说 我在外交的处理上面 我不会只专注在两岸的关系上面 所以在WHA的这个会议上面 他他除了设定说 我要参加 对 这个底线之外 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去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也就是说 可是运弹要到南沙是两岸还是国际 他处理其他的韦氏大哥 拜托 韦氏大哥美国站我旁边 韦氏大哥欧盟日本站我旁边 他花更多的心力是在处理这些韦氏大哥 而韦氏大哥会对我们有要求说 好 那希望我们帮你讲话 我们会帮你去跟秘书处讲 可是你也不要用一些条件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外交的领域上面 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在 只限在说 我在WHA 我只跟你处理南岸关系 所以我跟你 中国必须要跟你对象 我觉得他们的思考的处理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OK 那不说我们送一点关切到南海 有 我们送弹药去关切 这个是逢室宽自己嘴巴太快 我觉得是逢室宽自己嘴巴太快 讲得那么详细 然后这件事情被做大了之后 美国人看到了 美国人我觉得他势必会觉得 嗯 这件事情 关切一下 他们会 concern 一下 那 concern 一下 有沒有 烙英文 他 concern 一下 李大为就必须要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至于你觉得李大为不应该 根本就不应该去处理 因为这是我们那件事情 我觉得对 这件事情可以 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 我觉得李大为应该跟 We just heard concern 所以有点不疑 等一下 我觉得李大为 李大为是应该跟AIT之间 保持保持这样子的共同管道 他们要保持沟通啦 避免误会 四万发弹药 那不小的量 你不要讲说四万发弹药 美国人是连我们在太平岛 放什么样的炮都会有意见 从慈悉变到马亚九十代 不像如此 不像如此 一定是如此 对 但是这个讯息 但是冯正常那边讲的 其实不够清楚 其实他有一部分 大部分是放在东沙岛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就会有错误 因为你问你是放 运捕东沙 然后你讲成太平岛 这个会对南海情势造成误判 而且因为 因为中美之间 在南海本来就经常已经快要接近 擦枪走口 擦枪走口的边缘 那这个时候你国防部长 把标的讲错了 这个会增加双方一些 有点糗 对 那整个你在看的就是说 蔡英文到底目前这个做法能够走多远 就是我们新的总统这个做法 到底能走多远 这还是关键 就是我在讲 如果中共他不跟你建 不跟任何个台湾的邦交国建交 他搞了一个甘比亚模式 那绝对比WHA那个更麻烦 你怎么办 他找一个一直想建交没建成的国家 讲得更阴谋一点的 就在你在巴拿马的时候 而且西安还蛮有名的国家 忽然间就一个国家跟你断交了 他并没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所以你怎么办 最狠的就是巴拿马 就蔡英文前脚离开巴拿马后脚 他的巴拿马就宣布 或者你前脚来的时候 当场就宣布 对啊 不是 先不要自己吓自己 对啊 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是要最好的准备还是要有 不我相信高层有准备吧 这个啊 蔡英文应该有心理准备吧 中国以前常玩这一套啊 就我们出访前或出访后 给你来这一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